4月1号 由曹云金带来了领先主演的 翠花系列三部曲之分手大师 在京再度上演 与之间相比 这一版的分手大师 加了很多和观众互动的内容 让整场都笑点不断 演出当晚 整个剧场是作为虚席 而据了解 此次的四场演出 在开票后没两天 所有的票都出售一空 对于这样的情况 一向很贫的曹云金笑称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自从曹云金那个 上了春晚之后呀 我们的票就越来越好慢 这也是开玩笑 从做分手大师 包括我们一直在演 在几个名歌剧院 这第七轮吧 第几轮演出 第八轮 第八轮的演出了 我们从第一轮演出 票房就不错 因为确实是 很多的观众也支持我们 而且这个口口相传 对我们的这个口碑很重要 尤其是话剧 最重要就是口碑 在龙年春晚上 大方一彩的曹云金 当天依旧是本剧的最大亮点 现在时尚而又 无厘头的喜剧天赋 被他发挥的灵漪尽致 整场演出都是笑声不断 而当中一段模仿 吕鱼钢张兴哲的表演 更是让观众拍手成绝 喜欢吗 桑鱼 我一猜你就不喜欢 要嫌我不够爷们的吧 嫌吕鱼钢不够爷们吧 我给你来个真正爷们的 张兴哲 乖乖把钱交出来 我就绕了你 给你砸 哥你要老这么叫 我真生气了 我也是劳动人民的 一个小白脸的 还冒充劳动人民 废话 我这点钱挣得也不容易 这也是我汗珠子 掉床上摔八瓣 一口一口软 软饭吃出来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那是老娘我咋浅啊 那是我辛辛苦苦 挣得血汗浅的 那是我汗珠子掉床上摔八瓣 一口一口软饭吃出来的 我想起来都恶心 吃软饭怎么了 吃软饭怎么了 你瞧不起吃软饭的 你还要不要脸了 吃软饭也是一门 历史悠久的 传统民间艺术 远远流畅 博大精神 吃软饭是相当的 耗费砥砺 我告诉你 老娘我就是吃软饭 如果说我的前提 要是不还 我吃的就是你 吃你的 住你的 睡你的 我就不走了 我还穿你拖鞋 我太适合我了 好可爱哦 可爱哦 我没有警告过你 老娘可是一个 彪悍的女人 绝不是好气负 你还恐吓我呀 我一个坚毅用微的 英雄啊 居然落到这一幕天地 什么社会 为什么奉提 天理何在 道义何在 人间正亲何在呀 哭了鱼了 北京报道